平川 书论镜 天天 聊魔兽 大家好 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对抗 希望大家喜欢 好 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EI 回声岛 出生在地图右边是蓝色的兽族 IDFOO 也就是我们的林呱呱啊 非洲流大师林呱呱 这一次呢 他又选择了自己非常擅长的兽族啊 好 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左边一个红色的暗夜精灵 本场对抗又是一场寿惊大战 听起来就很刺激啊 好 那我们看一看 林呱呱用兽族打暗夜会选什么战术呢 从巅峰对决来说啊 林呱呱的短板其实就是打暗夜精灵 最近看他打很多的一个比赛啊 打暗夜精灵稍微的是短板 打其他种族可能会比较的强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局林呱呱选择的是剑身 从手发英雄来看啊 林呱呱玩的还是比较的常规 选择剑身 出大技 是吧 难道后面还会出萨吗 那就是常规战术了 好 我们看一下暗夜精灵 哎 手发的是老鹿 居然没有用DH 好 老鹿的话相比DH呢 比较灵活一点 那DH呢可能后续等级高起来啊 非常的硬 好嘞 暗夜的话开始练级了啊 战争鼓速一站起来 谁也不认啊 直接派野怪 那这一边 手发剑身 但是呢并没有很早就放下商店啊 所以说剑身前期还是偏练级 一技能果然还是分身 那选择了分身 再加上商店没有很早的造 大概率决定了剑身前期还是以练级为主 好 那我们看一下暗夜 开局打了一个指环加4 对KOG来说 这个装备呢只能算是一般般 搞一个智力加3 可能会比较不错 好嘞 哎 这剑身的名字不是很激烈啊 又输了 这名字嗯 看来林瓜瓜要逆天改命 不知道能否成功啊 好 林瓜瓜选择的是剑身配大忌 战争模仿暂时没有 那既然没有战争模仿就继续大忌 好 商店放下 放的呢 比较的晚啊 所以剑身继续练 有分身在 剑身确实也不太需要那么多药膏 好 双方的话 几乎练级的一个路线都差不多 KOG 哎 刚说完智力杀3 他就来了 那么我们剑身呢 开局一个攻击之爪 再加上一个隐身斗篷 也还不错啊 抠开这个不吉利的名字 说双方开局的话差不了多少 好嘞 暗夜精灵 接下来是要练分光了 那我们看一下林瓜瓜 要不去中间整个道具 好 直接往对手家里过去了 还是要去整个道具啊 来 有没有好的装备 没有的话先把这个5G的蓝胖子 给解决一下 剑身分身 继续分身 吸引仇恨值 来 然后再打一下这个5G蓝胖子 好 KOG这边 哎 哼 又是一个止华 这个KOG要变成止华王了 比较的硬 这边家里奥本冬啊 生好一半 嘿 这口子堵的 倒是比较严实啊 好 小精灵随时挂好 侦查 这里的话蓝胖子解决掉 搞了一个大雪 隐身斗篷 直接卖掉 那接下来 嘿 真的就是打保留啊 其他野怪 他也不想碰了 是吧 该拿的都拿到了 走 继续回家买一部药膏 有药膏之后呢 后续续航力量就很强了 哦 灵呱呱 选择的是双兵营 好 感觉又要整活了啊 双兵营 大家是不是想到了 哦 美景又是投石车啊 好嘞 分身 分身健身 除了练级方便 那另外一方面 侦查也非常方便 好 看见了 分身也是有输出的 虽然不高 但是也是有输出 那本体赶紧过来啊 把这个框给拆一出 KOG 例行骚扰 这边看见 对手放下了双兵营 那可能 第一印象 第一反应是 对手可能会双兵营 抱这个猎头 是吧 好嘞 那灵光光倒是不着急啊 你分框浪你开 我先健身练到三 再过来搞你 那 装备的话 可以考虑买个贵族投环 健身 马上要到三级了 那这一边 哎呦 健身一时半会儿没有回来 那KOG的话 骚扰能力还是比较的强大 哎 小骨弓 钻一个替换一下 这个残血的小骨弓 要钻进去 好嘞 KOG现在没有招小树人 战斗能力 一般般 那健身精光一闪 到了三级 也好 打了个眼睛 布局一下 这边 这边 阿姨 基地 即将造好 这个时候 健身过来 刚刚好啊 来 打断一下 这个时候 阿姨 精灵就很横啊 快造好了 结果还是不得不退 好 健身 分身 身的是二级的分身 一看一分身 直接取消吧 这边 树人一招 哦呦 来来来 城房 马上升好了 城房也好 接下来 想拆我的地洞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嘿 弄好了啊 这边 灵瓜瓜 一点也不慌 随便你在我家里骚扰 我 就是不回来啊 在外面 疯狂练击 家里稳重了 由于KOG在自己家里 所以灵瓜瓜呢 一时半会 并没有出兵 当然 木头很缺 也是一个原因 小苦工不得不防御 所以没有空去踩木头 这一边 暗夜精灵 奥发的是DH 哦呦 看见了 原来你在我旁边 好 这边的话 剑圣 眼睛一叉啊 就防AC隐身 来来来 分身输出还可以 哦呦 狗头人解决掉 KOG单传过来 KOG这边 我们看看 只还很多 另外一边的话 DH身上有粉的 可以防剑圣 不过这个剑圣 比较的肉啊 一时半会弄不死 没有鞋子能追到宝 哎呦 自信回头 一般自信回头的下场都比较的惨 来 健身 4.0几 家里的话 基本上 大祭也送的差不多了啊 还有一个大祭 暗夜精灵 还是选择熊路的一套打法 升三本 双支石鼓术 安排一下 哎 健身 能练这个点吗 现在就一个大祭帮手 练起来会有点费劲 暗英雄暂时没有出 果然啊 还是出头试车 出头试车 讲究的呢 就是一波偷袭成功啊 把对手的激励给搞掉 好嘞 健身 二级分身 来来来 把这个加血的处理掉 把小逆人处理掉 然后把这六级石头人 给处理一下 那另外一边 暗夜精灵 中间这个点 要不要练一练 练吧 三本升好之后 KOG带个毒球 DH带个毒球 这个输出呢 还是比较可观 好 这个 又输了 健身 来 六级石头人 搞掉 好的 认识一个贵族头缓吧 还是只换家务啊 没有看清楚啊 好嘞 小精灵 解决掉 子暴成功 经验值就是不给你 哎 抓过来了 好 大祭解决掉 那健身分身 来 我三个方向走 看你抓哪一个 好 不带好下手 KOG 要不缠绕一个 哎 懂了啊 一般往前冲的 一般的话 不退反进的 肯定是假的 好 健身回家了 哎 这个时候里面有三个投石车 好 四个投石车 那暗夜精灵懂了 哎 对手出投石车是干嘛 出投石车防守吗 哎呦 这个位置有点差 这口子的话 卡住了 小苦工抢修 我们看一下林呱呱 别到五辆车子了 那五辆车子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扔个迷你基地 现在六百块钱 有了 买个迷你基地啊 看扔哪里好呢 扔这里的话不带好拆基地 那扔这里好拆基地 但是呢基地会被对手给发现 我们看一下 林呱呱呱会把基地扔到哪里去啊 这一波 必须一击即中啊 一二三四五 五辆车子稍微的有点少 七辆车子够了 七辆车子 工房 零工零防 应该可以把对方的基地给搞掉 接下来健身得去买个单纯 买个单纯 再买一个TP 好 对手这边的话 三本生好 熊 马上可以趴下来了 熊一趴 这边 KOG有毒球 输出还是比较的给力 健身 来 单纯安排好了啊 可以 单纯回家 回头的话 再买一个TP 来 进行到了几分钟啊 十分钟 这边 开始了啊 家里的 燃油投资车也已经升好了 那健身现在找一个地方 放自己的一个基地 放哪里好呢 还是那个问题 哎呦 这暗夜精灵偷偷的出奇美拉了 双方都在憋大招 现在的魔术争霸 打的是真的有趣 斗智 又斗勇 拼糟作 也拼战术 好嘞 健身的话 等对方走远 然后偷偷这边 那基地还是要放这吧 放那边会被太远了 那放这里能发现吗 我们看一下 暗夜精灵的一个视角啊 暗夜精灵的视角 那还是能看见的 懂了 哎 对手干什么情况 在我家旁边 扔了一个基地 好 直接战争古术起来 把它给拍了 大部队回房 处理一下这个基地 那林呱呱家比 都看几辆投食车啊 一二三四 八辆投食车 来 天降正义 基地马上好了 赶紧TP TP到这个位置 然后把基地给端了 毕与来了 毕与 急火 好 基地站起来 走 健身卡一下位置 不要让对手 走掉 可以 车子掉掉一个 第二辆车子 马上掉 小精灵想修住 能不能修住 还在修 还在修 好 车子又掉掉了一辆 这一波林呱呱 掉了四辆车子啊 损失一半 这个战术 也是 七伤全一样啊 自己的损失 也是非常的大 好嘞 林呱呱 把对手的三本基地给弄了 为了防止对手一波冲 家里赶紧造塔 赶紧造塔 一次同时 健身已经5.7级了 可以啊 再杀几个小精灵 有机会 搞到六级 暗夜精灵 现在钱不够 可以卖一波道具啊 道具卖完的话 已经有机会再开一个矿 好 健身回头防守一下 这一波八个头 是这成功把对手基地给搞掉 家里的话 来 三根塔 健身卡住 拖一点时间 来 头使车 来 防守一下 好 尖刺身好了 七米拉里来了 这一波林呱呱 一个剑扇 能不能防得住 哦呦 撒个粉 剑扇要小心 身上有一个血瓶 但是没有无敌 四个车子在守家 来 小苦工 换个地洞 这一波林呱呱 能否守得住呢 不太好说啊 暗夜精灵 这一波是上头了 暗夜精灵心想 我家都没了 那肯定是要 破釜沉舟啊 一波冲 好车子又解决两辆车子了 还有两辆 完了 这几波车子全掉 那健身怎么办 现在状态一般般 现在好 幸好幸好啊 三根水泥塔好了 三根水泥塔啊 来健身把七米拉给解决掉 经验值 经验值好像没有吃到啊 被其他的东西 把他给打掉了 没有吃到经验值 哎 这头熊 看能不能搞到哈 哦 呦 健身 没有搞到 难受啊 很多经验值 没有拿到 我就想倒六 健身一倒六 确实不一样 好 暗夜这一波也是上头 所有兵力 冲到兽足家里去 哎 哎 这个熊 有机会 可以搞到他了啊 哎 就靠这头熊了 健身疾风步一开 一刀下去 再来一刀 还差十四点经验值 来 一个小精灵的经验值 健身就能倒六 好 暗夜精灵的话 仅剩两个英雄 哗 这一波也是上头了 上头了 这没办法啊 家里基地被人家拆了 难免不上头 那现在怎么办 一个健身能打赢这两个英雄吗 到六级有机会 五级的话 差一丢丢 这边暗夜的话好吧 双英雄去卖道具了 卖完道具呢 要重新开矿 哎 这个熊能不能解决掉 旁边月亮景不好弄 哎 这边没有小精灵 哎呀 就想找个小精灵弄他一下 可以 小精灵 一刀下去 健身金光一闪 到六级六级之后 来 开个大招啊 这三个月亮景 可以把他给撞掉 来 大风车 转呀转 可以 六级健身 拆建筑 哪叫快啊 三个月亮景 直接解决掉 哎呦 这边一雄单传回来了 KOK单传回来 缠绕一下 DH在哪里 DH没有单传 可惜了 熊一吼吼叫一下 这一波暗夜精灵 砸锅卖铁 终于弄出一点钱来了 那健身肯定是知道的啊 主要是你现在造基地 对手是能看见你的啊 因为你这个主基地 掉的时间太长了 好 健身过来 把对手的分框给打退 那打退之后 暗夜精灵还能攒出钱来吗 说实话 很难 好 两百两块钱 差很多 这一波能不能把健身给弄死 一个缠绕 有机会 健身弄死 灵瓜瓜可能就没了 KOK提前走位 再缠绕一下健身 健身是没有TP的 只有一个血瓶 这一波 哦哦 健身 哎呀不早寻常路往这边走了 好 吃个血瓶 KOK还有一发缠绕不 来 我再跟你一下 哎呀 关键是个健身 疾风部开出来了 那疾风部一开 留不下 留不下 安夜精灵现在开矿的钱不太够 那两个英雄过来 能拆不 两根水泥塔 马上四根水泥塔 嗯 不太好拆 健身 来来来来 有什么道具可以买一买 反正现在钱多啊 好 单传先搞一个 先灵光光 只要守住对手不开矿 家里塔都造一点 那就稳如泰山 好 对手都好一下 想慢慢磨一下建筑 但是这边尖刺身好了 打一下还有反弹伤害 那健身现在一看 对手家里也没有基地 可以很稳 小心啊 这边的话被塔射得很难受 后面大招健身一个大招 那你可能就扛不住了 健身的六级大招CD 他又赚好了 来 有没有什么无敌买一买 好 隐身 加上鞋子 他想追杀对手的英雄了 疾风步一开 这一波 看能不能留下对手一个单位 暗夜精灵的话 身上有这个TB 可以考虑卖掉啊 反正你现在TB也没用 好 健身 哎 直接敲咪咪的 放个大招 好 大招一放 哦呀 直接撞死了 好 暗夜精灵 不堪气流 怒退游戏 我们恭喜 林呱呱 这八辆投石车 也是拼命的一套打法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部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再见